好,我们谈谈车股,谈谈吉利175 有个朋友在checkroom问的 他说今年展望怎样看 他去年就30元买了 他说应该等,还是沽了他呢? 谢谢你 是,如果你说175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倾向建金,希望第一季初 可能一月如果见一些反弹 例如去到可能22.5元,楼上都开始要想减 其实主要原因是 本身即吉利去年 虽然平时交车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市场主要的看法 都是去了新能源车 而它叫做有 但是相对上就真的跟现在说中资电商三宝 或者比亚迪就真的没得比的 那变了都是市场的看法 始终都是当它不是当它是新能源车那边 那变了就在这一点上面 也都实际交付量那些 又不是说特别出色 很抢眼的情况之下 就今年未必会有很好的走势 所以变了趁希望旦 因为其实现在的想法就是 去年大家都在想一月都在买坑 那些都好像买的 你趁大家买的时候 就减少一些就叫做输少少少走 或者偶尔中见到极黑的消息 它都会有些动作 可能趁那些时候就做一个止蚀的部署 Thomas就建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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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